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印度向中印边境增兵五万 这是根据彭博社的消息 这篇消息很长 我们知道去年印度跟中国在边境发生了致命的冲突 有二十名印军士兵官兵上升 另外有消息说中国有近百名官兵上升 这个比例是比较靠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的士兵都是一些职业军人 就是说他们都是从小具有运动员的体魄 而且是能征贯战的才能够成为士兵 而中国的士兵训练的都是僵硬的 怎么走正步,跌背着,背习主席语录 所以中国士兵非常愚蠢,蠢笨 简直就像牛羊一样蠢笨 而印度士兵至少像猎狗一样灵活 所以双方打斗 印军士兵一比五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在历史上中国人跟北方的少数民族作战 也都是十个打不过人家一个 五个打不过人家一个 很多人都以为中印之间的冲突 好像慢慢熄火了 其实不然 因为最近中共病毒很少印度,使得三千万印度人感染了 而且有四十多万印度人上升于中共病毒 所以印度举国上下都对中国充满了愤恨 都是决心要报复 而且印度认为跟中国是必有一战 所以他们一直在加强军事部署 加紧修监,边境公路 另外增强机场的设施 随时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 印度过去的战略矛头主要指向的是巴基斯坦 但是现在印度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威胁 因此印度正在把一些精锐的兵力 从巴基斯坦方向调转到中国方向 而且印度过去对中国的战略是防御性的 就是说主要布置的都是一些防御性的武器 和一些擅长防御的军队 但是现在印度对中国的军力部署 已经转为进攻性的了 也就是说它把它最精锐的能征贯战的部队 都给放到了中印边境一带 因为印度人现在确信 是中国故意在全世界释放新冠病毒 尤其是针对印度进行了试读 印度一直在寻求证据 印度的科学家也一直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他们希望最终能够找到中共无法抵赖的证据 来表明人类的这场病毒大流行 完全是中共军队对人类发动的生物战争 所以印度认为全世界必须联合起来 攻打中国 索取赔偿 在这方面实际上印度人还是有经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中国人认为印度人是阿珊 很蠢笨 印度人当然跟西方人相比 他是蠢笨 但是对中国人还是很优秀的 不是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印度军队不堪一击 我们要知道中国人历史上的西方概念就是印度 不是别的 因为中国人以前呢 他不知道有欧洲 甚至都不知道有中东 中国人梦想当中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印度 比如说中国人在商账的时候 他会取一面那个旗帆 就是一面四方四正的那个旗帜 上面写着西方极乐世界六个字 这实际上呢 西方极乐世界指的是印度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次大的进步 那就是唐朝呢 玄装西行到印度去取经 但是没听说印度人跑到中国来取经 事实上中国周边的地区 像印度甚至连西藏连蒙古 从来都不学习中国文化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原始的 低级的文化 所以印度人从来不会跑到中国取经 当年甚至那个玄装要从印度返回中国传教的时候 传播佛教的时候 那个其他佛教高僧都劝他 说你到那个蛮荒之地能干些什么 你不是糟蹋自己的生命吗 你不如在这里面修行 将来或可圆满 由此呢 这就反映了印度古代僧侣和知识分子 对中国的藐视态度 比如说这个中印军队呢 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呢 是在61年的时候呢 中国军队打败了印度军队 但事实恰恰相反 中国军队只是就像在朝鲜战场上一样 出动大量的兵力突袭少量的印度边境军队 所以呢打了印度军队一个冷步防 但是随后呢 当印军这个稳住正脚进行反攻的时候呢 中国军队就节节败退 而且呢让出了大片的领土 同时呢通过苏联斡旋 才双方稳定了这个边境 而且呢 这是中印的一次战争 实际上在这之前呢 中国人所不知道的 中国军队跟印度军队有多次交手 按照我的这个统计呢 至少有三场战争 印度军队都参与了 第一个呢是1840年 当时我们知道 英国派出了四千大军 四千人的军队来攻打中国的 满蒙帝国的百万大军 打了一年多 最后终于取胜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呢 英军也鲁续增援了一万多人 因为呢中国人也好 那时候的英军士兵到中国来会生病 其实呢当时英军征服中国的 那个四千士兵当中呢 有两千多人都是印度人 也就是说呢 那时候呢印度人是主力军队来攻打中国 那是一年多的战争呢 所以呢印度的军界 印度的国防部充满了 每一项战争的具体的记载 也就是说呢 他们都认为中国军队都是腐败无能 都是一帮废物 根本就不仅打一打仗 一听到炮响 大家都趴在地上 或者呢只要长官不注意 中国士兵官兵就会逃跑 就会开流 这个呢是符合中国军队历史上的 作战特征的 第二场呢 印度中文印之间的这个军队的作战呢 发生在1860年 1856年到1860年 就是英法战争期间 因为英军的主力还是印度人 主要是英国呢 距离中国太远 他要从那时候的这个 英国本土向中国派兵的话呢 坐轮船要走四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 足以让一支军队丧失 75%的作战能力 也就是说很多士兵都会生病 甚至病死 所以说呢 英国呢只能就近的抽调 而就近抽调的军队呢 印度军队战斗力不弱 比如说印度军队现在仍然拥有的西克军团 还有这个库尔卡兵团 那战斗力都跟英军不相上下 用这支军队来扫荡中国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还有第三场战争 第三场战争呢 当时呢 印度参加八国联军 那不 那个英国派往中国 就是组建这个八国联军 然后攻打中国 占领北京一年多的战争的主力呢 仍然是印度人 当然呢 其中也有一个营的中国的危害兵 就是保安营 那个保安营战斗力也很惊人 因为那是 那个营的每个连的连长都是英国人 他们领导的很好 指挥有方 基本上那一个营的几百人 打垮中国军队 几千人上万人都不成问题 所以说呢 印度人呢 是有把握 有实战经验 来打败中国军队的 现在呢 印度呢 举国呢 都是对中国人充满了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战争爆发 印度人都会 这个热情洋溢的支持这场战争 而且呢 这场战争很可能彻底摧毁中共政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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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